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逆金頻道, 今集會為大家更新一下大陸疫情資訊, 上一波疫情活和之後猜不到, 這麼快就輪到福建那邊有爆發出現, 現在看規模其實都不小, 我們現在就一齊看看那邊現在是什麼情況, 福建省衛生健康會不會就在今天通報, 9月15日凌晨0時到晚上4時, 福建省報告新增本土確診病例48宗, 廈門市報告8宗, 泉州市報告2宗, 蒲田市報告38宗, 其中無症狀感染者轉確診有9宗, 報告新增本土無症狀感染者有0宗, 去到9月10日, 福建省累計報告本地確診病例有200宗, 現在住院的200例, 廈門市53例, 泉州市18例, 蒲田市129例, 沒有死亡病例, 現在本土無症狀感染者在接受集中隔離醫學觀察有4例, 根據央視資訊, 福建蒲田市在今日召開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, 介紹當地疫情防控最新情況, 現在當地有129例本土確診病例, 14歲以下一共有58人, 其中12歲週歲以下有57人, 按照國家疫情防控規定, 新冠患者修辭期間不可有培護, 如果患者、大人及小孩都是陽性病例, 醫院會盡量安排在同一間房間, 福建省衛生健康委員說, 目前密切主動者已經解除醫學觀察人數29,162人, 還有5,417人接受醫學觀察, 上邊是福建最新資訊, 想不到開學後爆發得這麼厲害, 而今次在蒲田居然有4成患者, 都是12歲以下的小孩, 按照這看法, 即是中七日或國慶, 可能都是因為防疫要求, 未必會有這麼大規模的出遊, 至於現在這看法, 基本上是每一次有大規模的人群聚集, 都好易是會有人中招的, 而今次福建的源頭, 就是一個隔離完之後, 都可以確診的超級傳播者, 如果感染情況一直維持在兩三個月就八一次的話, 我相信大家都真的為有靠內存環, 大陸地方大,人口多, 就說可以靠內存環沒問題, 但對澳門來說就真是等食風啦, 你們又怎看今集的內容呢, 你們覺得今次他們這一波疫情要搞多久才會完結呢, 以及他們這一波會不會向外擴散呢, 下面留個言告訴我, 我們下集再見吧, 拜拜!